德若有行 则尽虚空 亦不难容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华语 《广法廉法经》 各位善知识 《妙法连法经》的 观世音部在浦门评 上次讲到 崇宋的 宋初番答的文字当中 第六追诵第四刀杖难 就是获造亡难苦 临行御寿中 念笔观音力道寻断断坏 上次是讲到这里 这个刀权断断坏 这类的实际的这个正念感应有很多 我现在再说一个 就是在我们中国历史的南北朝时代 刘宋 南朝的刘宋 刘宋时代有一个出家人呢 名字叫做会活 智慧的会 合合的活 他们出家之前 是一位阿兵哥 当兵的 他在部队里面 以现代话来说 他是做特务的 就是专打探对方敌人的消息 因此啊 这个危险性是很高 那么 因为那个时候是南北对峙啊 就在打探的时候啊 被抓了 抓到这个间谍了 那么被抓去啊 当然就关起来 也批驾带锁了 经过审问事实之后 就要要斩了 要杀头 嗯 而他在家的时候 就是独姓观世音木山 专念浦门品啊 当然那个时候 只有一条路啊 其他没有路 所以他在监狱里面 一天到晚 就是专持念观音经 就是现在的浦门品 嗯 等到时间到了要斩的时候啊 这个敌人的刀 往他的脖子挥下去斩他 刀还没有到他的脖子啊 就断掉了 那么第一把刀断了 换了一把刀来 第二把刀斩下去也断了 连三次都断了 这个 对方敌人看这种情况啊 他害怕了 他没有见过这种人 脖子比铁还要硬啊 斩不到 而且刀会自然断 断得很离奇 因此就问他 你在做什么功夫啊 他说我没有 那没有 为什么你的脖子 有这么大的力量啊 他说我只念观音经 哦 观音经那么好啊 嗯 叫他被背念一遍 嗯 听过之后啊 就放他 放他走了 那么放他走了 当然就是 留到一条命啊 嗯 那么从此之后 他这个命捡到了 就跑去出家了 嗯 出家的法名啊 嗯 就叫做会活 后来成为一个 老修行啊 嗯 嗯 嗯 这是刀行断断坏 嗯 上次没有说这个故事 现在加以补充 这个故事出在法院株林 嗯 嗯 现在接下去 看出经文 嗯 科判的第七 追宋第六枷锁难 前面常文枷锁难是在第六 嗯 现在重颂里面排在第七 嗯 嗯 追前 所送 所说的 好 然后才送 所以叫做追送 嗯 嗯 济宋说 或修禁枷锁 嗯 手足 不必被弄线 扭线 念鼻瓜音的 世然的血脱 这是前面常文有的了 嗯 如果被这个抓去披夹带锁 嗯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手 手疗 脚靠 嗯 都被锁起来 嗯 简细其身 那么如果能够专念关系 不上 嗯 自然 这个枷锁啊 都会脱离的 这一类的事实证明啊 在感应记里面有很多的记载 嗯 嗯 这个 也是刘宋 刘宋时代啊 有一个姓韩的 韩 韩国的韩 嗯 姓韩的 名字叫做灰 灰啊 是那个安灰 那个灰 嗯 安灰神的那个灰字 嗯 姓韩明慧 这个人呢 他 在当时是做官的 嗯 很有地位 嗯 但是因为当时 南北对视啊 也在战争中 被对方抓了 嗯 被对方抓去了 抓去 就在 呃 监狱里面 批架 带锁了 啊 那么 鎖 鎖 锁住的那个脚铐啊 突然之间发出一种好像爆炸的声音 很响 呃 这个 裂开 那种情况 那么他一害怕 一看看自己的脚啊 那个枷锁已经开了 那么离开他的脚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那个脚的这个戒锁啊 还是锁住的 还是锁住 没有打开 锁没有打开 锁住 但是已经脱离他的脚很远了 离开一个地方 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形 知道这是菩萨的感应了 但是当时他也不敢走啊 因为在监牢里面也走也走不掉 那么因此就告诉这个看监狱的人啊 那么看见的人一看这种情形 也觉得很奇怪了 但是他有责任啊 不能就这样放掉 他又把他把这个锁打开啊 重新再把他加上 在所上 在所上他继续再念经啊 再过一天的时候 照样又开了 那么第二次又开了 那么第二次情况也是一样 开的时候声音很响 那么打开之后啊 他觉得这个很奇怪了 那么这个手键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啊 也被那个声音 这个吓了一跳啊 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这个 这个掌见的官啊 把这个实际情况跟他说 那么然后他来看看 看这种实际情形 同时也问问他 那么结果他并没有什么罪过呀 而且是个学佛的人 因此就放他了 那么写这个感应祭的人啊 在他写的时候 他至今尚在 情业俗志 最后有这两句话 他写这一篇感应祭的时候 这个人还在 他努力精进 修持的功夫更精进 虽然是在家了 他非常的用功精进 那么就是有经过这么一次感应之后啊 他更精进了 那么这个感应祭是出在明祥祭 明祥祭 法院朱林也抄进去 当然法院朱林的作者是唐朝的道士法师 不可能在这个法院朱林的作者那个时候 还在吧 如果真的还在的话 那年龄就必定很高了 他这个到了他写感应祭的时候还在 不过这个感应祭是出在明祥祭的 著作明祥祭的人比这个 法院朱林要早得多了 所以写那个感应祭的 写明祥祭的人呢 说这个人当时他还在 而且还见到 所以这个感应是千真万确 那么这类的感应 很多啊 比较特殊的 唐朝 有一个姓董的 董雄啊 有些感应祭也有记载 这个董雄是个在唐朝做大官的 因为在真观年间以后啊 唐朝发生一件这个李先童做乱的事情 李先童 那李先童之乱啊 这个董雄也被连累了 也被连累 同时一些做官的有十几个人通通都下监狱了 通通都批下带手了 当时有一个李敬玄 那么还有一位王兴 王兴 这两个人都是同样做官的 都被连累 都关在这个监牢里面 那么这个董雄是学佛的 所以他就是 把心静下来专念浦门瓶 在监牢里面呢 念了三千几遍 只念浦门瓶念了三千几遍 那么因为念得很累了 有一天半夜啊 大家都在监牢里面都 披下带手的睡着了 这个董雄正在好睡的时候啊 那个李敬玄呢 也叫做李敬玄 这个李敬玄 他似睡非睡 没有完全睡 突然之间醒来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两只百合 百合 鸟啊 百合 飞进监牢里面来 而有一只啊 就飞进他 那个董雄的地方 在上边 过来一会儿啊 这个百合跳下来了 跳下在这个董雄的脚边 跳下在董雄脚边的时候啊 这个李敬玄看到 突然之间这个百合 变成一个百衣人 全身穿百衣服的 很美的这个女性 他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监牢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他正在用心看的时候不见了 不见了 发了一声很响的声音啊 那么往前一看了 董雄的枷锁整个都掉了 还连这个脖子的架也掉了 掉下来最奇怪的 这种情况最奇怪的就是 他这个无论这是家是说 还是原样 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 尤其这个脖子上的那个木板呢 那个家 脱下来还是挂住这个罪器 那么当时他看到这种情况啊 一会儿这个董雄也睡醒了 发现自己身体已经完全恢复自由了 那么这个李静元就问他你有什么梦吗 他说没有 我也不知道 他就把这个经过情况跟他说了 那么他继续在念 那么不久之后啊 还有个王兴 王兴也在念菩萨 他是专念观世音菩萨 也念八大菩萨 就是药师经里面的八大菩萨 也开了 那么结果他们都开了 看见的人呢 就把这个事情报上去 后来是一些调查 他们都没有什么过错 都放出去了 都在写透 这个李静元这个人 会看到这种情况的特殊情况啊 这个人不信佛 不信佛 他在家里 他的太太拜佛 读诵普门萍 他还骂他 你怎么被福神所秘啊 他把这个佛看作福神嘛 你怎么被福神所秘啊 不高兴 虽然不高兴啊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表现 那么当时看到这个实际董雄的情况啊 他无体透地了 才知道佛是大圣人 那么这不是福神啊 从此他那一次无意中得到这种别人的感应 而他得到写透 他的家所没有没有托 因为由这个 董雄跟王兴两个人的感应啊 因此把这个十几个人连累的整个都放出来了 那么李静元也得到他的恩书啊 也放出来了 所以从此之后啊 他对于佛法 自己的信心啊 再也不敢说是福神啊 那么像这一类的这个 这个家所脱离的这种情况啊 在古代的这个感应记里面是很多的 刚才讲的这些感应呢 都记载在这个法院诸灵 那么法院诸灵第27卷的感应那一段啊 有关于这个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啊 有大概有七八 七八种之多 那么我现在只是说出有关这个 家所难的这几种啊 给诸位做参考 那么还有这个高僧传里面也有很多这类故事的 唐朝道玄律师所著的高僧传 里面有一位叫做道吉的出现人 施道吉 他原来是住在这个寿阳山 那么被贼子土匪啊 被土匪抓了 抓到之后啊 就把他绑在寿上 把他的全身的东西啊 金宝啊都抢光了 那么人把他绑在寿上啊 这个土匪就跑掉了 那么他没有人递他解开啊 他只有死路一条啊 恶也要恶死 那好的他平常是那个时候他 平常是都是念观世音菩萨 也独送府门瓶 所以他被绑在寿上啊 知道这个生命危险了 疲劳命的念观世音菩萨 读送府门瓶 那么等到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那个绑他的绳子自然断了 也得到血脱了 从此之后啊 他更是努力精进修行 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 就是道选律师所编的高僧传里面 有记载 就道疾法师这个人 那么这是有关批加代所 如果持念观世音菩萨得到 世人的血脱的这个事实 那么关于里面喊的意义啊 那么在前面常文里面已经讲过 就不必再再讲了 就是灌说了啊 用作灌的方式灌这个枷锁 那么作灌灌这个枷锁 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恩爱锁了 那么这些在前面讲过就不必再讲 不要重复啊 第八家宋祝族毒药难 这个叫做家宋啊 前面常文没有 这是补送 在这里从宋里补上去增压的 所以叫做家宋 那么十二个这个初番宋里面这是第八 经文 祝族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笔观音力 还着于本人 这些宋 华元经 善财同志所参的关世音菩萨 他自己说的宋里面也有 前面的 招王难苦跟这个枷锁难 两种合并为一种 他原来的宋是 他原来的宋是 获造老玉所尽系 牛血修植 玉焉家 若能至心称我名 一切诸苦皆消灭 这是四世华人 观世音菩萨自己说 对这个善财说的宋 那么对这个诸主诸毒药 要这个宋啊 也有 他那个宋文是这样的 获造鬼魅 诸毒 还 身心狂乱 无所知 若能至心称我名 比一切消灭 无猪犯 不过他这里面有环着一本人 诸 念恶咒 念恶咒可以咒死人 要你活就要就活 要你死就死 有这么这么厉害的咒 我从前看过一部西藏的 这个 关于西藏修密的那一种的书啊 有一位修密的密行者 他为了要报仇 因为他的家人呢 都被人杀害了 那么因此他要报这个杀害他的亲人的那个仇人呢 他就去学这个持咒 学那个恶咒 学那个咒是很辛苦的 他闭关 他那个闭关呢 只是一个 泥土去做的那个房子 只有一个洞洞可以进去 进去之后就不准出来了 那么只有一个小洞洞可以通空气 在里面呢 学习这个持咒 时间最长的一百二十天 最少的七七四十九天 那么这个修密就要报 抱怨的这个人呢 他在里面为了要报这个 报仇啊 平老命的学 嗯 那么老师这个修密的这个 这个拉玛尔教堂 嗯 教他怎么样念 哦 他就好好的学 那么经过这个规定的时间 在官房里面下完功夫之后啊 呃 到最后 他这个咒学成了 嗯 那么也可以达成他的本愿了 这个时候他一持咒的时候啊 有三十多位的 穿上这个战甲的很高很大的金刚神出现 陷在他的面前 哦 你要我来做什么呀 哦 他看这些人来在神仙前呢 他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 要抱怨的机会来了 就把这个事实情况 跟这个金刚神说 我 呃 我的家人什么什么 遭到呃 对方某某人 他把我杀害 嗯 现在他们伤害我的家人的人 一共有三十一个 这三十一个我都要他的心肝 啊 我爱一眼心 你只把他的心脏拿给我看就好了 啊 哎 他这一说真的他就一念了 这个神就不见了 过了几分钟啊 这些铁甲神呢 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个心 啊 学灵灵的心啊 三十一个心 拿了给他看 啊 你来看 我都拿到了 啊 达成你的目的了 都拿到了 哦 可怕 后来一查呢 就是他念着这个 呃 神把心拿到他的面前的那个时间的同时啊 就是他那个冤家 啊 啊 正在做 啊 办 喜事 大家都在吃喜事 喝酒 吃饭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三十一个人运倒了 啊 运倒倒在地面地下啊 通通都 呃 心流血了 流血啊 啊 看人是好好的 突然之间都流血死了 后来就变成疾恐流血 啊 死掉了 那么这就是他念欧洲啊 很严重 要人死就要人死 有这种情况 啊 现在比较没有听说了 这种欧洲 我看是不会传得太久的 真的继续传下去的话 真是不得了 啊 那么所以这个 走欧洲赌腰 这个念欧洲伤害人啊 虽然不至于严重生命危险 要伤害人的是有可能 啊 我在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也经常听到这类故事 现在比较少了 啊 比较没有听到 那么从前我还在十多岁的时候啊 有听过好几次这种情况 在台湾也有这种人 不过不会伤害人的生命 啊 都使对方啊 变成狂乱 狂乱的那种那种毛病 那么 举于说 呃 深山里面住的人有这么 啊 很厉害的 咒 啊 比如说他的水果园 假如有人去偷 要窄他的水果的话 手伸上去 伸上去要窄啊 正好伸在那个地方 水果没有窄下来 手就不会动了 就站在那里 不会动 啊 不会动 等到主人来了就抓到了 啊 有这么厉害的 不过这个我是听说 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听说的 呃 那么是不是有这个事实 后来是没有没有听过 我的儿子 呃 这就是助走的那个欧助啊 很厉害 毒药 这个不用说了 毒药大家都知道了 呃 这个人啊 要伤害你的身份 呃 身体 那么如果会被遭到伤害的人 能念观世音木山 念必观音力 呃 如果是助或者是毒药 翻过来啊 要伤害到他的本人 凡着以本人这一句话 有人看起来就都不太了解 不要说是后人呐 宋朝的苏东坡呀 呃 他学佛呀 苏东坡他看普门平这一句话呀 他就叫他不大头当 哈哈 他就说 还着以本人 呃 菩萨大慈大悲啊 大慈大悲怎么可以就是救了这个人伤害了对方嘛 呃 伤害了这个呃 念欧洲的人 好像是慈悲不够啊 那么意思 凡着以本人不大好吧 哈哈 那么意思 苏东坡就把他改 他改怎么写呢 两家聚没死 哈哈 两边都没死 嗯 念必观音力 两家聚没死 你念观世音木山 两边都没有死 啊 就是被害的人也不会被伤害 要伤害的人也不会凡着以本人 两家都没死 这样不是很慈悲吗 很 很好吗 可是 我一大使明朝末的我一大使啊 他就这个华尔经会议里面 解到这里啊 他就说 呃 苏东坡呀 他过度的慈悲 他不了解啊 佛法里面有 折服 射受 两门的度众生的方法 呃 该慈悲射受的 用慈悲射受他 该以为的降服的 要折服他的 就该要折服他 凡着以本人呐 一方面表现这副的用意 使他降服 一方面呢是自然现象 呃 你要用恶助伤害对方 伤害不到对方就要伤害到自己 呃 害人中害己嘛 这个很显明的事实啊 那么 这有事实证明的 我们佛经里面有一部经 叫做比喻经 呃 旧杂比喻经里面呢 他就有这种的故事记载 呃 经名就叫做比喻经 呃 比喻经里面呢 有这一则故事 呃 有一个种田的人 在印度啊 有个种田的人 呃 他平常是供养后边山上有一个婆罗门的修行的人 婆罗门教徒 这婆罗门教徒啊 他是也会持咒的 当然也有善咒欧洲 呃 那么平常是都供养他 后来这个种田的 呃 种田的人呐年纪大了 老了 老了 记忆力就差了 有一天 这个他所供养的婆罗门呐 下山来 问这个种田的人呐 他说我口嗑 我山上没水 你给我水吧 呃 这个种田人答应了 答应了那是因为他健忘啊 呃 呃 在前面答应了这个 他所供养的婆罗门之后啊 他从后边呢 他忘掉了 忘掉又跑到山上去工作了 跑到山上工作 这个婆罗门在前面等了很久没有看见人 也没有给他水 呃 那么后来也找人也找不到 他一气之下呀 他回到他自己的山上住的地方啊 你这样子啊 呃 对不起我 呃 我要你水也不是什么东西 你没有给我水 我今天要你死 呃 他把这个山林里面把这个死尸丢在这个森林里面 呃 刚死的人丢在这个林 山林里面啊 所谓寒林啊 呃 他这个念 启示鬼咒的人呢 专利用这个刚死的人 刚刚死掉 身体还好 呃 只是死掉而已 身体还好 丢在这个森林里 他就念肉 把这个刚死掉的死尸找来 找来 呃 那么他就拿一把刀给他 这个死尸那个时候会走路的 呃 都会跟活人一样会走动 呃 只是他有一种特殊情况啊 他走起来跟人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他的眼睛直射 眼睛是不会 呃 不会动 直射 还有一种他的全身呢 僵硬的 他转弯都是僵硬的 全身都是僵硬 那个脚也是僵硬的 直直的走 呃 他不会这样提起来的 呃 但是他会走 会走动 那么来到这个 伯罗门念启示咒的人的面前呢 他就跟他说 山底下的某某人 呃 他对不起我 我有杀他 我这个刀子给你 你把他杀掉 呃 那么这个启示鬼拿着刀啊 就往这个仲田家去啊 呃 要要要半夜要舍他 但这个仲田人平常是信佛的 他是归一三宝的 持五戒的 呃 他不但是供养这个婆罗门呢 帮助他呀 他是 只是帮助他的这个生活也不是说是归他的 因为他本来是学佛的 另外他又供养一位 阿罗汉 比丘啊 证阿罗汉果的 那么这个阿罗汉呢 那一天 知道这个 呃 婆罗门要用启示鬼来害他 呃 那天 傍晚的时候啊 这个阿罗汉就到他的士族 就是这个仲田人家里来 他说你早上不小心啊 呃 答应了人家的工作 这个水啊 你没给人 呃 那么你今天呢 晚上也特别小心 那我要怎么做啊 他没有跟他说是什么事 他说你今天晚上天一合一开始哈 你要好好的念三自归 呃 归 归佛 归法归生 念三自归 还呀 还有要念这个所持的这些戒 念戒 呃 念佛念法 念生 念戒 呃 尤其念佛的心不能断 你不能停止念佛 你今天晚上要念到天亮 不要停 呃 同时你心里要发慈悲心 怜悯一些众生苦恼 发慈悲心 呃 你发慈悲心 呃 因为他持持戒 念三规 由这个复戒神在前面附助他呀 这个鬼见不到 见不到要杀的人 找不到 一直找到天快亮了 找不到啊 呃 这个鬼就会生气呀 启示鬼会生气呀 你叫我杀我找不到人啊 那回头他又杀这个叫他杀的人 那他就回到山上去 回到山上去杀那个婆罗门 呃 这就是所谓翻着一本人 翻着一本人 因为你叫他杀 他这个刀不杀下去 他不会停下来的 呃 那么以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个翻着一本人 是当时印度婆罗门 呃 那一种的启示咒的欧著的事实 呃 这自然要翻着一本人了 呃 并不是说菩萨呀 呃 要伤害这个呃 念欧著的人 呃 因为他自己造了罪业自然要赶报啊 呃 那么这个翻着一本人 是很实在的事情 并没有什么呃 这个呃 菩萨不慈悲 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这就是所谓翻着一本人 用毒伤害 毒药 毒药伤害 这个情况也很很普遍啊 呃 在古代的那些高僧大的都碰到很多的情况 呃 例如出租大摩祖师到中国来 就被人用下毒伤害过 不晓得多少次 呃 但是毒到他手里 他吃下去都没事 都没事 都没事 呃 很平安 呃 因为他是个得道的人 呃 修持正果的人 当然是不会有事 那么就是普通人 只要你努力精进持练关税木山 呃 除掉严重的定业之外 应当也会没死的 呃 这就是第八 呃 加送驻足毒药呢 第九 追送第五 鬼难 就是恶鬼难 呃 因为前面常文在第五 现在排在第九 所以叫做追送 呃 或以恶罗刹 毒龙诸鬼等 念鼻瓜音的十细 不敢害 呃 呃 乃至种种的其他的恶鬼等 呃 如果要伤害到 这个修行的人 只要你自成成念观世 目山 死 不敢害 呃 对方都不会伤害到这个人 呃 不要以为我们是人 呃 那么好像没有鬼 实际上 人的本身就有鬼 什么鬼呀 鬼心鬼似 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 鬼头鬼脑 呃 这些都是鬼 所以天台家说 十法界里面一法界具备十法界 我们人法界里面也有佛法界 也有菩萨法界 这个不用说 也有鬼法界 呃 所以如果你有鬼心鬼似 鬼鬼祟祟 呃 那么 暗示亏心 那都是鬼心事 都是鬼 呃 那么如果有这些心里面的鬼出现呢 赶快念观世目山 把这个鬼赶走 呃 不要让这个鬼心鬼似 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 鬼头鬼脑 跑到你的心里面来 就要把他赶出去 呃 念观世目山 光明正大 呃 就是无垢清金光 呃 废日破诸案 在后边 呃 这个是第九 呃 追诵第五鬼难 第十 加诵恶受难 跟第十一 加诵舌劫难 这两个诵啊 都是增加的 前面长文里面 没有 啊 是补诵 所以叫做加诵 啊 经文说 若恶受围绕 利亚早可不 念必观音力 即走无边方 啊 玩舌及福节 这是第十一 嗯 契独烟火燃 念必观音力 心生自毁去 前面讲恶受 后边讲毒蛇 毒是会伤害众生的 这个出生到的 啊 这个凶猴的 动物类 啊 那么这两诵啊 在《华言经》里面的 据诵说 《祸在生灵险难处》 《祸在生灵险难处》 《愿则蒙受欲伤残》 《若能至心称我名》 《恶心自心无能害》 《华言经》是把两种合并起来为一首诵 嗯 恶受是什么呢 在大陆 有 虎 狼 嗯 山上的野兽很多 嗯 台湾虽然没有虎啊 嗯 从前在深山里面也有熊啊 狗熊之类啊 现在可能是很少了 嗯 我记得我在十多岁的时候 听到这个到深山里面工作的人啊 都说经常会看到 这个熊类 很可怕的 嗯 它都会伤害人 嗯 碰到的时候啊 都有生命危险 那是恶受 嗯 那么这个很多恶受 腐爆 骰狼之类围绕在你的身边 要伤害你 利牙 嗯 这个恶受的牙齿很利啊 嗯 吃肉的瘦瑞啊 牙齿都尖尖的 尖尖尖尖尖的 你看狗牙 狗的牙 嗯 虎牙 都是尖的 嗯 它吃肉的 就是尖的 如果这个牙齿是平的 平尺啊 你看这个牛的牙齿 平的 厚 平 这种牙齿是吃素的 吃菜的 嗯 所以我们人的牙齿啊 平的牙齿比较多啊 你算算你嘴里的牙齿 这个平的厚的牙齿有多少 是不是比较多 只有梅牙两只比较尖一点 哦 里面的都是平的厚的 这都是吃素的 人本来应当有吃素啊 他吃素菜的 因为我们人类的牙齿本来是吃素的 嗯 当然他喜欢吃肉的人 他不相信这一套了 哦 嗯 那么 嗯 没关系啦 我说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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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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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恐怕很难看到烧木炭了 我们从前在台湾山上有很多烧木炭的 这个烧木炭的人是住在福建省 名人福建省的人 他姓雷 天上打雷的雷 叫做雷法镇 他在山上烧木炭 当然他都是找山上的木头来烧 有一天他捡木头的时候 埋木头埋下来要烧炭的 里面夹了一个很好的木头 那个木头名字叫做雅兰木 这种雅兰木很硬又香 可以做雕塑用 因此他发现这个雅兰木 因为他也是学佛的了 不过不很认真 因为他工作量很多 那么看到这个雅兰木 这个不能烧掉 这个太好了 很高贵的木头 他还留起来 留起来做什么呀 我家里要供养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还没雕塑 这块木头正好可以雕塑观世音菩萨像 就把这个雅兰木带回去 放在家里 靠在这个墙壁上 那么还没有雕塑 就是打算要请人雕塑这个观世音菩萨像来供养 有这个心 可是还没有做 那么有一天他在山上啊 正在找木材 搬木材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森林里面 跑出一只 一只大老虎来 大老虎来 张牙舞爪 舞爪子要来 伤害他 这个时候已经是千金一万 很危险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有一个 看到一个 很丑陋的女人啊 跑到前面来 哇 那个老虎啊 大声一喝 大声一喝呀 就把这个老虎 停下来了 老虎停下来 就不会伤害这个烧炭的 姓雷的人啊 停下来之后 这个妇人 望这个老虎啊 再把他喝止一顿 你怎么随便 让人啊 这个老虎很奇怪啊 望这个妇人 望这个女人啊 五体投地就拜 拜了之后啊 翻身就走了 走了 那么他就救到 这个烧炭的 姓雷的人的命啊 那么这个救命恩人啊 非同交伙了 那么随时 这个姓雷的烧炭人啊 就问这个 救他的这个女人 你是哪一位啊 这么好心突然之间 现前救我啊 这个人当面就跟他说 我是你家亚兰木 我就是你家的亚兰木 这个时候他才想到 哦 亚兰木 我家里我准备要雕塑 关西摩萨塔还没雕塑 难怪这个木头 外表是不好看啊 丑陋啊 不好看 这个时候现前来救他 他动念只是想要 雕塑关西摩萨 向来供养 还没有做呢 还没有做 菩萨就现前来救他呀 所以挤走无边方 这个劳福就走掉了 那么因此他就得救了 啊 他感动得 五体投地流下眼泪 他这个话一说完之后 那个人就不见了 他知道他家里的亚兰木 他目标就是 本来就是要做 雕塑关西摩萨塔供养吗 他知道这是关西摩萨塔救他 所以赶快回去呀 就请这个工家来 把这个亚兰木啊 雕塑一尊 小小的关西摩萨塔供在 自己的家庭的中堂礼仪 从此之后 天天早晚 早上起来 念关西摩萨塔 礼拜上香 晚上回来 要休息之前 必定要上香礼拜 念关西摩萨塔 然后才休息 成为他专修的功课 后来呀 成为一个很有修行的居士 那么这就是所谓 如果你碰到这些恶兽的时候 假如你 这按照经文书念笔观音力 急走无边方 要念关西摩萨塔才得救啊 才能够得到免难 可是这个人根本那个时候没有念 他只动念想要雕塑一尊关西摩萨塔向来供养 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把这个事情忘掉了 可是菩萨不会忘掉 你就可以知道关西摩萨都慈悲啊 关西摩萨没有忘掉 知道他有心要供养观西摩萨 只凭他这一念心 菩萨就得救他 就献甜了 使他免难 那么从此之后 正常他的道业 这就是所谓 世界西坛欢喜一 也就是为人西坛 身善一 那么由他这一念善念 让他正常 如果当时菩萨不献甜救他的话 他那个亚兰木雕塑观西摩萨的机会就不会成就 甚至有生命危险 那么从此他正常他的道业 成就就很大了 这就是欧塑献甜的时候 假如你能念观西摩萨 也能免难的 这是第十 第十一的家诵舍解呢 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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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送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收尼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射 有称射章 香章 熊射其香腺囊中的分泌物 干燥后形成的香料就是射香 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药材 在很多山区 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生动物 但当射香的市场收购价 飙升到是黄金七倍的价格时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人类对射的疯狂捕杀 但是要获得一公斤射香 需要捕杀两百只左右的射 也正因为射香的价格昂贵 很多猎人在利益的驱使下 来到森林里对射进行猎杀 在东北的森林中 就有这么一群捕射的猎人 唉 走了这么久 怎么连一只射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啊 要是射那么好捕捉 射香的价格也不会这么贵了 小凯 别着急 只要我们射杀几只射 获得一些射香 就可以发大财了 别说话 小心让射听到后逃走 我看 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好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唉 现在的射真是越来越少了 我年轻的时候 每年都能达到一百只以上的射 天哪 这么多啊 是啊 那时候林子里的射很多 而射逃生的技能非常厉害 如果遇到野兽袭击 它们容易顺利逃走 可是你补枪 那就只能被打死 那时候的射是非常好捕捉的 那时候我们通常用陷阱 配合猎枪来捕捉射 只要射落入陷阱都难逃一死 由于射的尸体太过沉重 我们只割掉射腹部的香囊 然后就把尸体弃于山林中 是啊 当年我们不论是幼射 还是怀孕的母射 都会一并猎杀 没想到到了现在 竟然很难捕捉到了 现在这片森林里 会不会已经没有射了呢 还是有的 放心 我们往前走吧 嗯 走吧 这群猎人要前行了一段距离后 发现了射的粪便 射的粪便会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香味 有经验的猎人可以通过粪便 来判断周围有没有公社 这里有只公社 你们看 这粪便是新鲜的 终于找到了 快追 这群猎人 果然在一片空地处 发现了两只射 一只公社和一只挺着大肚子 已经怀孕的母射 瞄准那只公社 不要管那只母的 母射身上是没有射箱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两只射似乎觉察到了危险 他俩警觉地四下一看 然后急忙朝森林深处逃窜 该死 多好的机会 竟然让那头公社给跑了 快追 他们跑不远的 那头母射已经怀孕了 然而那只母射已经怀孕 他的奔跑速度远不如公社 哇 太好了 打中了 那是只母射呀 他身上又没有香囊 你打中他有什么用 是吗 我相信那只公社 一定会回来的 他一定会回来 不可能吧 射的胆子不是很小吗 那你们说 他怎么会有胆量回来呢 嘿嘿 你说的没错 那只公社一定会回来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射是很留恋自己生活的地方 如果被迫离开了 几天后 他就又会回到他的领地 这种现象称为舍命不舍山 对 而且他的同伴被我们打伤 他肯定会回来的 老猎人说的果然没错 那只公社竟然真的返回来了 而且还是从另外的方向跑来的 看来当时两只社是分开逃走的 武社为了让公社有充足的时间逃生 他跑得很慢 吸引猎人朝自己追来 因为母社身上没有香囊 他断定猎人不会猎杀他 可是他错了 啊 他怎么会从那个方向出现 好脚光啊 看来当初 他俩是分开逃走的 母社之随跑得慢 让我们看到 是想吸引我们注意 让公社能够顺利逃走 难道这只母社一开始就抱着彼此的决心了 不 他知道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 母社身上没有香囊 他以为我们不会杀害他 他想不到我们 毁他当勇儿 来引那只公社法回忆 嘿嘿 痛苦的是杀 怎么能和我们人类比呢 快都拿好枪 准备射杀那只公社 不行 距离还太远 你不可能一枪将他打死的 只要将他打伤 让他无法逃走 不就可以了吗 何必非要一枪打死呢 要想捕获公社 获得香囊 就一定得一枪致命 绝不能让公社感觉到你的存在 否则 他会在你将他杀死之前 咬破自己的香囊 就在公社距离猎人 越来越近的时候 那只受伤的母社 突然发出一阵哀叫 似乎是在告诉公社 不要过来 可恶 拿着母社 捡给他发出了危险信号 他要逃跑 我们只能拼一下了 只能这样了 瞄准 起量一枪干扭他 打中了 打中了 嘿嘿 希望他死了 快过去看看 当众猎人来到了那只公社不远处时 却发现他还没有死 这只炎炎一息的公社 愤怒地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 吃力地将脑袋伸向腹部 将自己身上的香囊咬破 不好 快开枪将它打死 哎 还是晚了一步 他已经将自己的香囊给咬破了 自然界真是一个难以穷尽的世界 他总会在某种时候突然给人以某种启示 就像这只公社 他以自己的方式 告诉人们他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以及他们的愤怒和尊严 造物主把智慧赐给人类 同时也赐给了动物 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是平等的 当人类的心智被残忍所蒙蔽时 造物主就会给人们某种启示 但可惜的是 很少有人能领悟啊